大家好,我是关心 一年中最热的就是三福 这三福真的是名不虚传 你说咱们的古人 在没有冰柜和冷气的延延夏日 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普通的老百姓或许没有太多的办法 但是皇帝肯定是不能够忍受 比如在故宫就有专门的冰窖 再热的天气 皇帝也可以享用到冰块 清朝的皇帝还修建了成德避暑山庄 实在受不了了 还可以躲到这里来享受清凉 当然现在的避暑山庄 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在清代的时候 这里又被称作为热和行宫 因为它是专供皇帝避暑使用 去过的朋友都知道 成德避暑山庄之所以又叫热和行宫 是因为这里有一条热河 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 导游在刻着热河字样的石碑旁 给我们介绍 热河是我国最有名的河流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短的河流 全长大约只有90米 听完之后呢 大家都嘖嘖称奇 热河的名气的确是很大 在上个世纪40年代 还设立有热河审 直到1955年才撤销 这是我们国家初开黑龙江省以外 唯一以河流命名的省份 所以导游说热河是中国最有名的河流之一 其实也并不为过 但是长江黄河都是长达五六千公里 而仅仅只有90米的热河 真的可以算是一条河流吗 实陈德避暑山庄里面的这条热河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热河 热河这个名字顾名思义 就是因为它的河水温度是热的 在北方寒冬季节也不会结冰 陈德府至记载说热河在府至东 吉谷五列水野 那么这里就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 热河就是避暑山庄外面的五列河 热河至记载说热河有三元 三元河而西南 经黄土坎行宫及钓鱼台行宫之东 行宫内又有温泉流出 史名热河 南流折尔东 富折尔南 指夏淫子入卵河 即古列水 热河至同样也明确 热河指的就是五列河 因此避暑山庄里面的热河 并不是真正的热河 但是在湖区的东北 也有十来个涌出温泉的泉野 当地有一句老话说 热河泉边洗洗手 好运伴你走 所以成德避暑山庄里面的这个热河 准确地来说应该叫热河泉 那对于一个长度只有九十米的小湖来说 把它称作为泉 应该更加合适 那么避暑山庄外面的五列河 泉长也仅仅只有一百多公里 在历史上最早期的时候 就叫做热河 但是当时热河的名字 是蒙古人的叫法 蒙语叫哈伦郭勒 在汉人统治这片区域的时候 哈伦郭勒就改成了 带着中原文化色彩的五列河 而清朝皇室更喜欢热河这个名字 所以在修建避暑山庄的时候 就习惯性地把它称作为热河行宫 后来人们就误以为 成德避暑山庄的热河拳 是历史上曾经真实存在过的热河 那这些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是关心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